哈囉,大家好,我是懷中 大家好,我是懷中 我們已經在玩火卡貓 我們昨天已經玩到第四集了 而且是玩第三集 然後又玩到第四集 第四集 好啦好啦好啦,我告訴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就是 狂刷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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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幣的方法 好不好,就是無限賺金錢 很快速的方法 好,我們首先呢,就是先來跟這個瓦特商店 跟他們去買一個這個就是 許願新款 三千瓦 對 要幾個呢,我們要一個 買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錢只夠買一個 然後呢,買了之後呢 我就騎個腳踏車 然後去走 怎樣 我剛才看到金金的 我看到兩個金金的 沒關係,我們現在先帶大家去 就是 玩這個攻略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心驚的先不用理他 好,我們找到了這個 好 找到一個洞之後呢 這跟這個洞講話 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 許願新塊投進去 投進去呢,問你要不要記錄 然後呢 突然間 發出了紫色光柱 那我們跟紫色光柱講話的時候呢 齁 對不對 會找到寶可夢嗎 為什麼我看到寶可夢 好,你看喔 紫色光柱起來之後呢 大家一起挑戰 齁 我們就選擇大家一起挑戰之後呢 它連線片刻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按HOLD 退出去 好 退出去之後呢 我們來這邊調時間 去設定這邊 好 然後最下面這個主機 時間與日期 好,我們調整一下 好 調整一天 好,我們過一整天這樣子 調完時間之後呢 我們再回去我們的遊戲 這個時候 退出 退出了之後呢 結束招募 好 好啦 見證奇蹟的十個主線 這時候我們在跟這個紫色光柱講話的時候呢 就得到了三百瓦 齁 三百瓦 就是錢這樣子 能量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進來了 繼續齁 我們要選大家挑戰 然後呢 在選擇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到這個地方在選擇的時候 按HOLD 退出 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邊齁 設定 繼續再調一次我們的時間 為什麼 齁 因為這是一個方法這樣子 然後呢 到這邊我再往後調一天 齁 確定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遊戲裡面 進去 好 這個時候 在這個步驟的時候 一樣 回來按退出 離開招募 好了 見證奇蹟時刻又出現了 再跟他講一次話 我們又得到三百瓦 有沒有 我們再來 大家一起挑戰 齁 一樣 就是用這個方法齁 我們就是可以一直無限刷 刷這個金幣 可以刷這個瓦特這樣子 我們就一直刷瓦特可以刷很多 那記住喔 就是我們在玩這個的時候啊 刷這個瓦特啊 我們就是 一定要用自己買的 許願星魂 如果我們不是用自己買的 許願星魂投進去的話呢 我們到最後啊 一進來之後 調了隔一天 他也不會給你 就是重複 一直重複這樣子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bug啦 就是很容易就是 讓你就是 很快速的去賺到金幣 有沒有 像這樣我就可以一直 無限賺了很多的三百瓦 而且我只 用一個 許願星魂 然後大家就是一直 重複 同樣的事情 然後呢 到 在搜尋這邊的時候呢 搜尋隊友的時候 我繼續調整 我的設定 好 然後呢 一直到這邊 然後呢 去調時間 欸怎麼了 可是為什麼那個 哪個 就是你要一直 對 這樣子才可以一直 無限賺錢 對 然後我在這邊的時候 再一樣 退出 退出結束招募 然後我就是重複 就一直拿到這個 就是可以 就是一直刷這個 瓦特這樣子 然後 然後呢 你要聽我講齁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 玩這個的時候啊 是一週目 所以我才三百瓦而已 那如果你一週目過的話呢 我們叫做去刷這個的時候 是兩千瓦 所以呢 這對於我們初級的新手 如果那時候 一開始錢不夠用啊 需要賺錢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快刷 當然 如果你一週目過了之後呢 你的快刷會更快 因為你賺的錢啊 會更多 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 因為初級新手只有 最高只有三百瓦可以使用 對 但是呢 如果說你已經就是 後面很強的話 你可以就是兩千 是兩千瓦 兩千瓦的刷 這樣子 那現在只是三百瓦 三百瓦的刷 你看我們現在就一直 重複這樣做 這樣子的招募 齁 然後再講 欸 又可以了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是蠻 蠻 蠻好的啦 就是讓大家可以快速賺錢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一直這樣刷 然後順便你看 你現在刷到的是 看的是地面嘛 對不對 地面的那個 就是聚集化的寶可夢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去刷 紫色的光柱 就是可以刷到厲害的寶可夢 這樣怎麼了 那個那你的錢 那個目標呢 我的錢就是要刷到就是 如果很厲害的話 我們到時候可以刷 如果你的時間夠 耐心夠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刷到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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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無上限這樣子 最多的錢 然後當然很多人會說 欸 那我這樣子只是刷這個瓦特而已啊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去刷到就是 要去可以得到 換成那個 利用錢呢 好 那我告訴你那好 我先把這個 先把它 打掉 好了 先這個時候好 我想說好 我不要刷了這樣子 好 因為我們的錢已經夠了 嗯 對 其實不會夠的啦 好 這個先放在這邊 你乖 不要跑 然後我這個時候呢 我先帶大家去看 用什麼方法 好不好 用什麼方法可以就是 按錯了 用什麼方法可以就是 去賺錢 我們先 飛 我一直看那個 我一直看那個 你旁邊的那個小小 對 摩可摩 我一直看著他 你一直看著那隻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是蠻不錯的啊 可以這樣子去刷這個 現金這樣子 好我們到了商店之後呢 好 假設下一關每次都會 跑錯這樣子 好我們去跟這個人 呃 對不起 我走錯了 我應該 我剛剛步驟弄錯了齁 我要先 我要先再去 就是飛 先 剛剛刷了很多瓦特嘛 然後呢 我們去這邊齁 去瓦特這邊 去瓦特商人 找他買東西 好 需要跟瓦特商人買一下東西 可以商人 跟你買個東西 你要什麼東西 我要跟你買 豪華球 好 豪華球 你看喔 豪華球100瓦對不對 然後呢 我剛剛買好 我買10個好了 好 20個好了 2000瓦 好 因為我可以剛剛我的 就是那個瓦特 是自己刷的嘛 所以他可以無限刷 等你刷到很多瓦特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買到很 你可以一次買就是 你其實你可以買 買上限啦 就是 但我現在上限只有到65 6500 因為我錢不夠 好我現在先試給大家看 買了20顆的豪華球 然後呢 好20顆的豪華球 就一共是2000瓦這樣子 好 2000瓦買了之後呢 我們就 回去 商店 好 去 去激情室好了 怎麼了 腰痠 好 我們到了之後呢 我們就 去商店找商人 跟商人說 欸 我要賣東西喔 你要賣什麼呢 我要賣 我剛剛買的豪華球 我賣豪華球 這個時候豪華球一顆是1500塊 那我把20顆全部賣掉 他就是賺3萬塊 對不對 對 那如果我們就是可以一直無限的就是 去刷那個瓦特 然後再去買豪華球 再拿到商店賣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瓦特 瓦特幣 收集到99999 那我們的零用錢呢 也會收集到99999 就是這樣子 9400 對 就是超級多這樣子 9400最多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滿好的 然後呢就是 你覺得不夠 就去刷 那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的 等級跟狀況啊 就是我們要刷這個的話 不是這麼的好刷 因為呢現在你就是 就是刷一次300瓦這樣子 那等到你就是 一週目過了之後呢 你刷一次的話呢 是2000瓦 2000瓦跟300瓦就差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攻略 好不好 很簡單吧 是不是 什麼人都會 對啊 對不對 然後騎腳踏車 然後反正就是 有金金 有金金就剪了 爸爸 沒剪到 你會離他太近嗎 蛤 要下車 下車剪比較好 你可以 爸爸 蛤 你可以用千萬爸爸 可以用這樣子走對不對 來 騎腳踏車 腳踏車選手 你看我這個還在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等於說 我有 沒事 我有空 唉呦 我沒事有空的話就可以來就是 來刷這個 有沒有 然後呢 大家來挑戰 再跟大家複習一次 然後在這邊搜尋的時候呢 我們按HOME 回到遊戲的封面 就是遊戲的外面 然後設定 設定什麼呢 設定我們的主機的時間 然後呢 往後調一天 確定 然後再回到遊戲裡面 這樣子 退出 結束招募嗎 是的 然後呢 我們再進來 再跟大家講話 又有300瓦可以賺 就一直這樣賺 一直重複 我們就可以一直重複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繼續挑戰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你們都會了嗎 會了的話呢 就把它學起來吧 齁 好不好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掰掰